接下来我们品尝的很特别是伊朗风的牛肉面 伊朗人老板卢大卫 因为他自己很爱吃台湾的牛肉面 就拜师学艺 而且开了牛肉面馆 后来他突发奇想 干脆在中间加入家乡的香料 这种特殊口味 居然让他在去年的牛肉面节当中 拿下了红烧组的第三名的好成绩 好 下去了 半斤半肉为辣 刚香气逼人的伊朗波斯香料 遇上红烧牛肉面 这碗有着浓浓异国风味的牛肉面 你有吃过吗 口味都完全不一样 是异国的风味 它虽然有异国的风味 可是它的确是道地的牛肉面 很不容易 真的太厉害了 可能是因为有波斯的香料 所以说感觉就比较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伊朗香料入菜 加上浓郁的红烧汤头 合复有嚼劲的牛腱子肉 可别以为这碗牛肉面 只是单纯的搞创意 曾经拿下2009年 牛肉面节红烧组的第三名 大厨是他 来自伊朗的卢大卫 心里上没有准备 真的是得名 我只是参加而已 可是应该是明年 我一定要准备 还要比 出事提升 就获得评审团的高度肯定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 达到台湾十多年 卢大卫遇到台湾籍的妻子 加上热爱宝岛的浓厚人情味 选择在这里定居 曾经做过进出口生意 也开过餐厅 牛肉面的超强魅力 却始终让他难以忘情 真的牛肉面很喜欢 你可以找到 其他的国家也找到面 可是这个牛肉面 你可以去看 你每一家有寄的特色 都超完 人家是为了喝牛奶 养一头牛 爱吃牛肉面的大胃 则是一头钻进 牛肉面的世界里 甚至开启牛肉面馆 来自澳洲的牛腱肉 去除头尾较硬的部位 切开来 后切成两公分 每一段是熬的时候 这个会变 变少一点的时候 这个肉会散开 所以我就是要差不多 两公分到两公分半左右 这样子肉会比较嫩 对刚刚好 对 切好的牛肉块 汆烫去除血水 而厨房里将近半个人高的大锅筒里 乳白色的高汤 是牛膝盖熬煮而成的 也是牛肉汤底精华 为了避免粘锅 熬煮时得拿起大锅铲 不停搅败 然后我们这个是比如说第二天 还要熬两天 才变这个颜色 还有的客人说 有没有加牛奶 变这么白 小火慢熬 煮到骨髓 融入高汤里 这高汤富含丰富钙质 而另一头大胃忙着起油锅 番茄热油爆香 洋葱 辣豆瓣 和自制的红烧酱 分成辣和不辣两种 依序下锅中和口感 红烧酱 辣的 对 因为我家太多辣的 红烧会很辣 所以有的不是辣的 一大锅鲜红的红烧酱汁 不断窜出浓浓的香辣气息 老姜 蒜头下锅炒出香气 这碗红烧酱汁就算是大功告成 牛肉 番茄和红烧酱汁 一块放入高汤里 熬煮 等到牛肉炖到八分熟 捞起放入卤锅中 而面条用的是细面 最能够吸附汤汁美味 加点葱花 最后再撒上伊朗的特制三料 一碗红烧牛肉面香辣上桌 自从吃了它的面之后 就觉得说外面的好像没那么好吃 是它的比较好吃 肉也很好吃就是非常满味 不会就是像外面的牛肉面特别的干 肉汁不会特别的干 不喜欢重口味的人 试试这碗清炖牛肉面 乳白色的汤头搭配上较无心山味 适合清炖的本土黄牛肉薄片 吃起来清爽没有负担 跟一般的汤不一样 就是喝起来有点像奶香 因为它细面 吃起来就很Q 很Q的感觉 那整体这样搭配起来的话 吃起来那种口感就很圆润 吃起来感觉就很舒服 光吃牛肉面不够过瘾 配上了几盘小菜才有饱足感 花椒腌子而成的小黄瓜 酸辣够味入口爽脆 还有咸香的炒柜竹笋 以及老板娘特制肉多不腻的卤猪脚 更是吃面食的最佳拍档 我要给的是 我要给不同的红烧 比别家不一样 就是我家有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我就去选这些东西 你想到什么我就去找 然后丢里面 试吃吃喝 然后现在就是觉得 这是这样子的普遍 我们现在十个课的 十一个收好吃 多一个出来 希望做出属于自己的牛肉面 这位来自几千里以外的台湾女婿 几乎是投入全部的精力 创新研发 餐厅装潢墙上的书法字画 看得出他对东方文化的喜爱 而这碗创新口味的牛肉面 更是让大卫在宝岛的土地上 找到了人生新方向